有我们的主持人就是黄德泉 我在香港数码港 然后是汪姐 汪姐是台湾的 这次是汪姐 你好 你好 德哥 有点反应了 视像我听同事说 好像很顺畅 首先说说台湾的最新闻情 汪姐 好 是是 德哥 有一个最新闻情就是说 其实这个问题反复都提出来了 就是说关于健保 就说旅居海外的台湾人 如果回台湾的话 只需要加保 福保 就可以用到健保的资源 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他们其实离开了台湾的话 可能去移民甚至 去了美国或者周围哪里都可以 他可以停了健保 不需要付费用 但他需要用的时候 他就真的可以飞回来 复保 加个保就可以了 而且费用是不用给的 去停保的期间 但相对 如果是台湾的人 在台湾生活的人 他如果没有钱 没有钱交健保费 他一旦要去看医生 用健保的时候 他是必须给回欠的健保费 你看到那个分别吗 就是一个移民有钱人 然后去中间可以停保 不用付钱 但回到台湾 可以立刻加保就可以用回了 又不需要付中间的费用 中间离开了台湾 没有交的费用 是不需要付的 就是有钱移民的人 比如离开了十年 不用保交十年的费用 立刻用回 享用 有个时间的 好像 现在的时间不是太长 所以有个建议就是 譬如你要复保的话 可能要经过长一点的时间 一年 还是多久才可以用回 至少要给回保费一段时间 又或者建议改革 就是将你停保期间的保费 都要缴付才可以给你再用钱保 很多都有不同的建议 其中一样跟我们比较 香港移民有关的话 就是说 有个建议 如果你是离开台湾一百八十日以上的人 那你可能需要缴交国外的所得税证明 来证明你收入多少 来计你的钱保费 其实以台湾的税法来说 你国外的收入 其实都算是你的收入 他都可以有权收你的所得税 基本所得税 所以他看到也有团体有人 建议 即国外的收入 都要提出所得税证明 那这些建议 其实都是未采纳 而且未真正讨论的 说来说去都是只有一个说字 那以后会怎样呢 那我们就再留意一下 今天我们请了一位 是啊 说了很久 这个台港税制不同 香港当然 一直以来 香港都是奉行一个简单的税制 住在香港的人就简单移民很多 但于是台湾的话 想去台湾居住 真的要多些听清楚今天那个节目 因为台湾很多税法 对香港人来说 听都没听过 如果要移民去台湾 就要遵守台湾的法律 所以今天 就请来在台湾的香港人黄文彪律师 Wincent Wincent你好 Wincent 大家好 今天利用两个时间 就是尽量希望令到我们香港人都明白有关最切身关系的台湾税制 当然台湾是全球货税 是什么意思 他意思是说 除了台湾所得需要付钱 付税之外 譬如在香港的收入 或者全世界的收入 都需要付税 这样 这一点就是 王律师 王文彪律师 Wincent Wincent 他是最清楚的 其实 我们今天说的是 针对生前和死后 怎样说呢 就是说 你来到台湾的话 其实你一拿了身份证 你就是台湾人 那就要遵守台湾的税法等等 所以你未拿身份证之前 有些东西是否可以先处理呢 可能知道了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想想是否要先处理 我们先说一些资产好不好 就是因为投资来台湾的香港人 可能会看定些 人先来 有些钱可能还留在香港的银行 或者剩下层楼来收租等等 但是你成为台湾国民之后 你香港拥有的资产 或者这些资产 就是资产出来的租金 其实都是受台湾税法规管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王律师 帮我们讲讲 那个税法到底是怎样规定 因为王律师在台北的事务所 是专门帮人处理台港之间 一些财产的继承等等 所以我们就由死而后生 先讲一些继承的东西 因为通常继承可能会很大 请王律师来讲讲 如果在台湾死了 那在台湾或者香港的亲人 要怎样继承呢 那现在讲一讲就是台湾的遗产和资产税法 那如果香港人移民来台湾的话 那会受到台湾的资产税法 或者继承法遗产税法的规范 那依照台湾的遗产税和资产税的规定 如果你是台湾的国民的话 那要无论在台湾境内或者境外的资产 都是要列入他们的遗产的 货贞的遗产税 所以香港人移民到台湾 拿了台湾国民的身份 那之后如果真的在台湾新股了 那必需要就要申报的 那台湾境内的资产和香港的遗产 以及全世界的遗产 都是要列入台湾的遗产税去计算 去征收这个遗产税 那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点就是 怎样去继承方面 那台湾这个继承法 第一你如果是新股之后 就15天内要去做一个随户登记 那随户登记之后 就要到这个国税局 在6个月内要到国税局来做申报 那申报这个遗产税 国税局有一些身份证号码 那他列出这个遗产清单出来 那很快的 那另外你就要去再申报 你境外有多少遗产的 那国税局去核定 这个税额先 那如果要给遗产税的话 你要交清遗产税之后 他会给一个叫做原税证明 那如果是不用交遗产税的话 就要给一个叫做免税证明 那拿着这个免税证明 或者是原税证明 那你才可以到银行 或者是去做一个遗产继承的转移的 那如果要到银行去处理的话 那就要全体法定继承人 一起到银行去 那去做一个叫做遗产分割协议书 那要达到一个共性 那全体 那这个银行的存款 是由哪一位计承 或者哪几位计承 那由这个协议处去做处理 那如果是有物业的话 就可能需要由专业人士去处理 那物业方面 要怎样移转到继承人方面 那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那另外呢 刚才讲到 如果移民来台湾 那香港都有物业在香港的 或者有车有楼在香港 有银行存款在香港 那香港的遗产要怎样继承 那如果香港人移民到台湾 在台湾 在台湾生活的话 那要在台湾身故 那香港的遗产要怎样处理呢 那第一步 就要香港遗产要经过 香港的高等法院的遗产承办处 发出的遗产管理书 或者我们叫做遗产授予书 那要经过法院去审理 那法院审理第一步 就是要看看死者的居籍在哪里 那第一步要核实这个居籍的话 那如果去在台湾 长期在台湾居住的话 那通常我们都是依照台湾的 做这个居籍地 那依照居籍地的法律 去处理香港的遗产 那香港法院就要求申请人 就要提供台湾律师出的法律意见书 这就是台湾的法律 在香港的遗产到底是哪一位 或者哪几位要可以继承的 那就反过来 所以由香港法院去审理 另外所以申请人 一定要经过香港的律师 去处理这个整个流程 那香港的遗产就是要等到 香港法院发出的遗产管理书 或者遗产售书出来 那才可以去银行 或者做物业的继承登记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是的 谢谢黄律师 其实黄律师刚才提到那些程序 最重要一点 我们就要想到就是 你所有的钱 即无论在台湾的钱 在香港的钱 如果你过世的话 你成为了 你过世之前 你是拿了台湾身份证 你已经是台湾的国民的话 你是需要给遗产税的 那OK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黄律师 那香港人移民了过来 在台湾又买了房子等等 可能如果香港的亲人 要过来继承的话 即他是香港人来的 那他继承我的亲人在台湾的物业 那这个遗产税是给台湾政府 还是香港的呢 OK 那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先不要说移民 如果没有移民 现在很多香港人都在台湾买房子 那到时如果真的新股的话 台湾层楼就怎样继承了 那都是如果在台湾买层楼的话 都是依照台湾的法律 那就先要报遗产税 遗产税来说 如果外国人 都是有一个叫做免税額的 新台幣就1200万 扣了这个免税額之后 才去计算遗产税 那完成了这个遗产税的料证 或者交了遗产税之后 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都是要加回一个叫做 依照台湾的法律 就要做回一个遗产分割协议书 就全所有的继承人 都要达到一个共识 那台湾这层楼到底是谁去继承 那如果你说移民到台湾 那移民到台湾 就有国民的身份 那所以呢 它就不止有1200万的免税額 还有其他的扣除額 譬如有配偶的 留有配偶 有子女 那些就有其他的扣除額去处理的 如果他在香港 又不想说来台湾 或者不用来台湾也可以 那可以透过专业人士 或者是律师 台湾律师可以帮他们处理的 所有的文件 譬如说刚才所说的 遗产分割协议处 我们都可以帮他们处理 那他在香港可以签一份 这个协议处 就是在这个力保中心 这个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那边可以做认证的 那另外其他身份文件 那我们可以帮他们处理 大概是这样 明白 是是是 黄律师 还有一点就是说 好像香港根本是没有遗产税 是不是 请你补充 2006年2月11日之后 香港就是不用遗产税的 那所以现在要交遗产税 你不是台湾人 如果你在台湾买了楼 你 都是要付遗产税 就算你不是台湾人 因为你的物业是在台湾的 对不对 黄律师 没错 那那个补充额 只有1200万台币 那就是300万左右的港币 是不是 三四十年以上 那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因为有些人可能 你知道香港人很喜欢买楼 是不是都先买了 但是你买之前 你只是想想 一来你要身体健康 不要这么大年纪 不可以这么快死 你买了如果真的不幸去世 那样的话 你就已经是 你需要付遗产税 你的后人 要留意这一点 第三条问题 那想请黄律师介绍一下 台湾的遗产税是怎样收的 刚才你提到 就是除了外国人 或者国民也好 也有一个遗产人免税额1200万 之外 是 是 比如刚才所说 那如果新股之后 亲人又要到这个国税局 申报遗产税 那国税局很简单 你给身份证号码 那他又可以列出这个 死者的遗产生单出来 那这个是国内 台湾国内的遗产生单 那另外呢 国税局会要你 要求你就是申报 到底台湾境外的遗产有多少 那就要申报下去了 所以台湾境内的 和境外的遗产 它都要列入这个货税的这个范围 那另外国税局 还是很低的 那他就会去清查死者 在死亡之前两年内 有没有一些赈予行为 那如果有赈予行为的话 这个赈予的总额 都会列入这个遗产 去计算这个遗产税的 那这一点 可能香港会没有一样东西 那到台湾 就现在最近 那个税局要去核定 这个遗产税 都比较迟一些 比较久一些 所以他要清查一些 例如银行 例如银行 死者银行 在死亡之前 两年内 有没有特别的大笔的金额 是赈予给佣 或者赈予给子女 那他都会清查 那这一笔 那另外呢 那台湾呢 如果有免税额 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1200万 那如果是扣除额的话 如果他有 唯有这个 配偶 那配偶 就有493万 扣除额 那子女呢 如果 子女呢 一个就50万 那未成年呢 就是 去看看 如果未成年 一个 一年差一年 就加50万 加50万 那如果父母呢 就是123万 的扣税额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算下来 如果他的遗产准值呢 如果是5000万的 就要扣10%的遗产税 那如果是5000万 到1亿的话呢 就扣15%的遗产税 那1亿以上呢 就是扣20%的遗产税 大致上是这样 是 麦姐 我有一个问题 是的 那个累积 请讲 就是 香港地 通常买楼 很流行就叫做长命契的 就是两夫妻一起去买一层楼 那又确保 就是 哪一个小小 就那层楼 转移到另外一个 我所知叫长命契 在台湾 如果有两个人一起 夹去买一层楼 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会不会發生 那万一有一个小小的话 那 那需要不需要纳遗产税 还是 那半层楼 就叫半层楼 就是 是 会转移回到另一个人 就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很多香港朋友 他们 遇到台湾 香港这些概念 来台湾买楼 例如跟我说 死了两个人的名字 联名物业 那我说 死了两个人的名字 OK 各50% 其实在台湾来说 是没有香港联名物业的制度 是 那台湾来说 就是一人一半 OK 每人50% 问题是 其中一位 过了身的话 你也是要 用回这个流程 用回维产税 用回继承的程序 去做 这个物业的 转名手组 所以说 在台湾来说 没有香港的 物业联名 这个制度 不可以说 另一个 就不用经过继承的程序 来 直接拥有所有 这个物业的 明白 是啊 德哥你问的 真的非常好 那大家了解 就算是联名 另一方 其中一方死了 他那份 他那50% 都完全是一个遗产 不是代表 你可以直接拥有 那如果他是遗产的话 变成你是配偶 还是子女 那他继承的多少 就已经不同比例 根据台湾的法例 OK 你明白了 那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 好好好 那先补充 刚才黄律师 就提到 就是遗产的免税额等等 那他就说到 未成年的 小孩子 每年 直至成年之前 他的免税额 每年可以加50万 是吧 那就要留意 就是台湾的成年的年龄 目前是20岁 那香港是21岁 是吧 那就是不同的 还有我们也将会改法例 好像是2023年 就会变成18岁 就是成年了 那留意一下这个成年的年纪 那还有一条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什么方法 因为刚才听黄律师说 就是计成等等都很复杂 就是跟我们香港简单的法制 没有遗产税 这样来比 真的不同 非常 那有没有方法 可以令到遗产处理 简单一点的 是黄律师 那可以说一说 如果是没有遗图的话 那在台湾来说 是怎样去计成的 那要是法定的 计成的方法 那如果是没有遗图的话 就是要看看死者有没有配偶 和子女 如果有配偶和子女的话 就平均分配的 那如果是有配偶和死者的父母 就没有子女 如果只有死者父母 那配偶就拿一半 那另外一半就是死者的父母 平均分配的 那如果又没有子女又没有父母 那就是配偶和死者的兄弟姊妹去计成 那死者配偶就拿一半 那另外兄弟姊妹就拿另外一半 那如果又没有子女父母和兄弟姊妹的话 那配偶和死者的祖父母去计成 那配偶就拿三分之二 那祖父母就拿三分之一 那如果都是 如果都没有子女父母 兄弟姊妹和祖父母都没有 那就有配偶全部拿 就全部计成 那刚才所说的话 就是一个叫做法定应计分 那另外如果 如果是没有办法 就是所有的继承人 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话 那继承人可以依照 刚才所说的应计分 去法院去诉求 这个由法院去强制这个分割的 那如果有达成这个共识的话 我们就依照这个遗产分割协议书里面的内容 去做处理 去继承 那不用一定依照刚才所说的 几分之几去处理 那如果是全体继承人 达成一个共识就可以去处理的了 那另外 刚才所说的 有未成年人 那如果未成年人 如果继承人有子女 是有 譬如10岁或者12岁的话 那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遗产分割协议书的 这个协议或者是一个共识 所以如果有未成年子女的话 事必要亲人一定要去法院 去诉申请 选任一个特别代理人 来代理这些未成年人和配偶 去怎样去达成一个共识 去签这份遗产分割协议书的 那就大致上是这样 那所以如果你 认为刚才所说的应计分 是不达到你的要求的话 那你可以用维图的方法去处理 去指定以后是怎样去分配 所以用维图的方式 也是一种挺好的方法 是 谢谢黄律师 但是我们又要知道 台湾的法例 你就算是立了遗识 用遗识就不用英计分 刚才说的分配比例 但如果其中有你的后人 其中一个有人有異议的话 即是有不赞成的话 他就可以推翻你的遗识 那个就叫特留份 那我们可能一会儿再说 没错了 望姐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和黄文彪律师 讲讲台湾的税制 就永远中国人 即是香港人 或者台湾人 总是会转空子的 刚才黄文彪律师 我们嘉宾是黄文彪律师 就说过 如果死亡之前 有些事前转移 会查的 是不是查得很严 因为香港人 即是有人 一定会 百分之十 不见到百分之十 即是很肉赤 那可能某些 银行的户口的存款 提存出来 或者是转账等等 那台湾方面 这些实很容易查到 你银行有 银行没有记录 那会不会说 你没理由把钱转给儿子的 会不会说 很严打这方面的 事前转移 有的 黄文彪律师 是 现在税局 查得很严厉 是的 我们 其实在德光 我们台湾 现金流 即是银行的进出 其实全部都有资料 譬如超过五十万 金额台币 那银行就要向金管局报 就算你五十万 即是十几万港币 一个比较大额 我们平常三几万 不超过十万的台币 进出 银行职员都问长问短 问三问四 即是无论如何 我们的资金流动 其实就是比较没得走 除非你放在床核底 即是这样 但你首先怎么放到一大笔 床核底 你可能就是慢慢去储存 否则你银行提出来的话 他都会问 譬如假设两年内死了 他都会问你的资金流向 那待会我们也会再提 这方面 就是没有计 没有的 难点 我们有个都会想想 怎样去避税 那我想问一下黄律师 刚才我们第一部分 讲了所谓的英计分 好像我们香港人说 英计分 那样 即是你的后人是有些英计分 那如果我写了遗图 又或者是有人不满意这个遗图 那他就去申诉 是不是 那结果呢 就会推翻遗图 那推翻遗图里面 是不是就是 还继续用英计分 好像不是 台湾有一种叫突流分 是不是 就是那个情况又是怎样的 那我再详细讲一讲少少 那我先更正一些概念 如果你写了一份遗图 遗图这个内容 如果是没有侵害到继承人的突流分的话 这个遗图是有效的 那依照遗图的内容去处理 去执行的 那就算你的遗图的内容 有侵害到继承人的这个突流分的话 这份遗图也是有效的 那就是要看这个被侵害的继承人 他要不要争取回自己的权利 那至于突流分 我们可以说就是 计承人就是法定计承人的一个法定最低的保障 那如果他要争取回自己的权利 那他可以去到法院去做这个强制分割的 申请一个强制分割的 那法院就依照他的突流分去处理 那要怎么去判 又可以继承哪一份遗产 那大概就是整个遗产里面的突流分是他的 那突流分是怎么计算呢 通常就是应计分的一半 通常是应计分的一半 通常是应计分的一半 那所以就是六分之一 所以如果配偶他觉得不同意 他一定要争取回他的权利 他可以到法院去申请一个叫做强制分割 那法院就依照他的突流分六分之一 就给回他的 那大致上是这样 那你说香港的遗图和台湾遗图写一样 会用就依照刚才所说的原则 那不管在香港也好 在台湾也好 那既然他是移民到台湾 有台湾的身份证 那就按照台湾的法律去处理了 是 谢谢王律师 那因为那个遗图 其实大家也听到 也挺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能就要根据那个法例的分配 未必是你个人的意愿 那所以如果你有些意愿 你想怎样分配你的财产 遗产的话 那就要写遗图 但是台湾的遗图其实也挺复杂 有很多种的 那请王律师介绍一下 台湾的遗图和推荐香港人 用哪一种是比较适合呢 ok 那台湾遗图有五种方式 第一个叫自书遗图 另一个叫代笔遗图 接着是公正遗图 还有密封遗图和口述遗图 那大家最常见就是有三种 一个就是自书遗图 代笔遗图 和公正遗图 那自书遗图就是 遗图人 遗图的内容要自己输写 所有内容要自己输写 记名这个年月日 和签名 亲不签名 那就有效的了 但是问题就是自书遗图 你写完之后 都过了身 那这份遗图的真实性 是否会有存于怀疑呢 那可能会继承人觉得不是真的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 比如银行 或者是地政事务署 他觉得这份遗图是否真的 那所以通常有自书遗图的话 现在都没有办法 那直接可以做一个遗产的执行 那要到法院去做一个判决 这个死者 自己写的 那所以自书遗图是很简单 问题就是这个执行力就比较差的 那另一份就是代笔遗图 代笔遗图 或者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代笔 那就是要再找三位见证人 那其中一位来写 写这个遗图的内容 那这个执行力一定是高一点的 因为有三个见证人 但是问题就是 银行或者是地政事务署 都未必肯接受这份代笔遗图 所以如果最有效最方便的话 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做到一个公正遗图 那公正遗图就是去到法院的公正人面前去处理的 由公正人去写这份遗图 那你就再带多两个证人 那这份公正遗图就会有执行力了 那将来是死者过身的话 那拿着这份有公正遗图的 这份公正遗图就可以直接到银行 或者是地政事务署来办遗产继承的登记 那大致上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香港 遗图和台湾的遗图有什么分别呢 那香港的继承法就没有突流分 那香港的遗图就很简单 你可以把所有遗产送给其中一个人 送给不是继承人都可以的 那香港遗图就会更简单 那如果台湾有突流分这件事 所以在立遗图之前 就要考虑这个突流分要怎么处理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保留 突流分的这个保障额 那可能是否可以用保险理赔金去代替 那这些都是我们专业人士去帮客户 如何去规划的 那另外遗图刚才所说的 另外就是台湾生前特种赈予 生前特种赈予这个规划就是 如果死者生前有因为继承人 有结婚、分居或者营业 有赈予物业 或者赈予不动产给他们 赈予一些礼金给他们 那这些都可以列入 其他继承人都可以争取 列入这个遗产一起去计算的 所以台湾遗图可能会考虑的点比较多些 是 没错 那台湾的遗图真的比较复杂 那香港说可以用打字 台湾甚至必须用手写 就是很多细节的东西 不要我们自己以为用香港那一套 就行通其实是不通的 那就要想起台湾的要求 是不是 黄律师 那至于手写方面 法律上这个已经行通了很多年 那最近前年就说法院也有一个识意的 那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电脑打字 电脑打字 那现在也可以认同有电脑打字的遗图 那以前就是一定要手写的 是 是 是 但必须要公正 是不是 公正是最好的 是 明白 好 我们又问另一个问题 那黄律师 那为了省这个遗产税 那有些人就用一个赠予的免税额 就是每个人就有每年有220万的免税额 是可以赠予给你的亲人 子女 那譬如说将你的房子的持份 每年可能用200万220万220万 逐年去将你那些土地 你持有的不动产转移给子女 那避免以后自己死了 那又要纳为产税 那这个行不行得通的呢 那好像说如果是这样去赠予的话 因为我们台湾又有一个叫土地增值税 那如果我们是赠予辞分 那给了子女了 那他的土地增值税 其实就是由一开始我长辈买的时候 开始计算的 都转移给我 那那个土地增值税就会很庞大 那反而遗产税的话 好像就如果我过世了 那我留下我的不动产给子女 去计成我的不动产 那个土地增值税是归零的 由头计过 那请问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其实 那刚才你也有所说 那因为很多人都想说 送一层楼给子女 但是一层楼的价值太大了 那就会给这个遗产税 那每年有220万 那可能会逐年逐年去赠予这个 赠予税 赠予税去给 所以问题就是赠予的行为 这个会有一个赠予税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土地增值税的问题 那土地增值税就是 当你这层楼买回来的时候 那年的公告现值 就是跟你这层楼要送给子女 那年的公告现值的落差 来做一个税机的 那如果落差越大的话 譬如说 可能买一层楼回来三十年了 那三十年之后才送给子女 那三十年前的公告现值 到现在的公告现值 可能落差很大 那这个土地增值税 可能会征收到几十万到一百万都没有 那是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的话 如果是要用赠予的方式 就要考虑到这个土地增值税的问题 那如果是遗产的话 如果你说不赠予 现在到遗产的话 你入遗产 以后再去做继承 就没有这个土地增值税的问题 那继承就是继承那一年 刚才所说继承那一年就归零的 由继承那一年才开始当是你脱得的 那如果将来有买或者是再赤鱼 到时才再继承的 那另外就是 就是刚才所说的 土地增值税就是用这个公告延值 那公告延值就不是用市价的 那大家可能香港人说 未必清楚这件事情 那就是台湾为了方便核税的问题 那每年政府都会对 每一笔土地去做一个核定的 一个延值的 每年会核定一次的 每年会核定一次 那这个公告延值 那和一般市价是不同的 通常是比市价低很多 通常比市价低很多 那相对来说你的税金都会低一点的 比较爆算一点的 那大致上是这样的 王律师我想对比一下香港 香港的遗租或者平安寺 通常简单 简单就是说 避免后人去争取 就是说 层楼我给太太 股票给大仔 然后银行现金就给小女 那就是写明 那就没得咬 是不是 如果你说要三分一三分二 三分一层楼怎么切割呢 那现在台湾的遗产法 就好像是很规定的 就算没有 你也有个特留份等等 都是有些给他 所以其实写得太太 儿子女 都有他们的特定份 比如层楼 层楼由于是三分一是老婆 那怎么切开 假设那家人不是很妥理 大家不是很妥理 是不是要卖了 然后拿钱来才一人三分之一 这样 刚才所说的就是 围组里面 其实都可以用回 刚才你所说的方式 层楼送给谁 银行存款给谁 部车给谁 可以是否写定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全部送给 譬如全部送给小孩 那配偶是没有的 那就会侵害到配偶的特留分 那配偶的特留分 可能是六分之一 那六分之一 那这个是怎么去计算呢 到时候法院可能计算 财产可能一千万 那六分之一是多少 那问题就是 这六分之一 是用现金给他 或者是他要占层楼多少 那其实可以在遗租里面 可以考虑的 那如果是侵害到 如果是侵害到继承人的特留分 那这个侵害到继承人的填补方式 或者補偿方式是怎么做呢 那可以写进去 明白明白 都是同样 明白 是啊 德哥你的问题就是 是很实际 但是呢 真的这种情况 在台湾其实挺多的 我都遇过 就是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case 真的你没有写遗图 跟着人家留下物业的话 譬如三个子女都有继承权的 那真的很多争拗不了 就是不断地 跟着为了这样而买屋 跟着就分了它 很多 或者到底买还是不卖 买还是不卖 都有很多争拗 就是这些真的挺复杂 好 我们又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都是关于不动产的 那因为呢 台湾在2016年1月1号开始 就征收这个叫房地合一税 就是对于有身份证 和没有身份证的人 有货税规定都不同的 那就是我们香港人 就是你要成为台湾人之前 你就要想一下 就是如果你没有身份证之前 你买了一层楼 那你可能以后卖出去 你的货税都不同的 那请黄律师提醒一下 我们香港人好不好 OK 房地合一税 主要是打击炒楼的行为 所以如果是外国人 在台湾买楼的话 那如果去买楼 卖的时候有赚的 那赚的部分 就要征收这个房地合一税 那如果是持有那层楼 在一年之内的话 它会扣45% 那如果是超过一年的话 就扣35% 那这些是给外国人 是持有货 包含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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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 如果你有 台湾的国民身份 譬如香港人移民到台湾 有台湾身份证 那后来 他买了一层楼 后来就会卖 那如果有获利的话 那也是要看回 如果一年之内 就是45% 一样是45% 那如果一到两年 就是35% 那如果是两年到十年 就是20% 那如果持有层楼 是十年以上的话 就是15% 那这个就是打击炒楼的行为 那如果是有台湾身份证 如果房子也是自住的 是自住的 那就有比较特别的优惠 那如果是有国民身份 如果一层楼是住满六年的 那他才会卖的 那住满六年卖 如果是超过四百万 他才会付税 那超过部分 就只付10%的税 那这件事就是 如果他是半楼的话 如果将来这层楼卖了 他有赚 他四百万以外的 以上的 他才会抽10% 那如果他是卖了之后 给了税 但是最后又买回一层楼 即是可以买个大一点的楼 买大一点的楼 那将来这个10% 可以退回税 可以退回税 所以就是刚才所说 如果你这层楼是自住的 他的税金就比较优惠 那问题就是 这个优惠就是 台湾居民 台湾有身份的居民 和他是自住的 还有每六年才可以做一次 这样的优惠 每六年才可以做一次 大概是这样 是啊 是啊 大家要留意 如果我们未有身份证 那接着就来台湾买房 的话 你就要付45%至35%的税 就是赚了的话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香港人 在香港还有工作 可能就是你移民来这里 或者我没有工作 我有层楼在香港收租 那 那在香港也会付税的 就是我有15%的物业税 如果收租的话 那但是在台湾规定 国民境外收入 就是都是有权 就是台湾有权去修理 就是修理税金的 那香港的收入 是不是要跟台湾报税 那香港人来台湾投资 就是应该知道些 什么其他的法制 或者是人事的法规 或者是哪方面最重要 那说一说 每年台湾人都是要申报 这个 譬如是申付税 这些叫综合所得税 那综合所得税 每年的5月要申报 那综合所得税里面 其中一项 就叫做基本税 有一个叫做所得基本税额 那这个所得基本税额里面 它会有提名 那你有没有海外收入 如果有海外收入 你要申报的 那有没有保险理赔金 如果有的话 你也要申报的 那这些海外收入 保险理赔金 如果加总起来 是超过六百七十万的话 那这个超过的部分 超过的部分 就要交20%基本税 20% 那它里面是叫综合所得税 和基本税去分开去算的 那如果是基本税额 你这个20% 我计算出来可能是六十万 可能是六十万 但是你综合所得税 计算出来是五十万 那你就是要付六十万这个税额的 那综合所得税就不用付了 那就是付六十万 那如果说 你可能说就是香港这些收入 可能有报税的 可能有报过税 在香港有报税 那是不是可以扣呢 那如果扣的话就是六十万和五十万 中间有十万 那如果有十万 那如果有十万就是这个十万 来做一个限量 如果你扣税的话 如果你在香港有付税的 那就可以扣最多十万 这个可能比较复杂 所以就说大家有个概念 那就是综合所得税要报 综合所得税就是自己的 在台湾的薪金 或者是其他的收入 那另外就是基本税 所以基本税要报就是海外收入 海外收入和保险利培金 在这方面 那我说回就是综合所得税 那台湾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那台湾的综合所得税是类尽的 那又从5%,12%,20%,30%和40% 最高可以 那如果是超过453万 每年你的收入超过453万 那超过部分就要 这个综合所得税 这个综合所得税 大致上是这样 那另外就是 如果是投资台湾的话 要注意什么法规 其实都挺多的 那最基本可能你们要清楚 就是劳动基准法 那劳动基准法 有最低工资 有劳保、健保和加班费 之类要怎么去规范 要先了解到的 那在2021年 就是明年的1月1日开始 那就月薪最低 这个基本工资的话 就调整到2万4千元台湾 那每小时的工资就是调整到160元 那不可以 你说 你请一个人回来 就不可以低于这个待遇 大致上是这样 是是是 那我们留意到 就是香港最高的 新金、新捧税 就是15% 那台湾就是40%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高很多的 其实 而且它有权收你海外的收入 就是货水 我们稍后 第三节 我们就会讲 关于婚姻方面 就是台湾其实 离婚和香港很不同 香港分居2年就可以来 稍后我们就会教教大家 要留意些什么 好 谢谢曼姐 谢谢黄律师 听到越听就越多数字 越多比例就越来越糊涂 所以就一定 如果移民到去 台湾就一定要找些律师帮帮忙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 继续在台湾约比论